大家好 今天是9月4日星期二 也是9月份第二个交易天 市况有少少回稳的讯号出来了 因为早市指数曾经一度轻轻受压 事实上一度低见是27563点 然后买盘开始来了 包括腾讯有个反弹 平保进一步突破一个月的高位 还有中移动都稍稍续反好 友邦也稍微短定 在众多的蓝筹持续都稍微做好之下 指数也都是顺理成章出现一个反弹 这一分钟大概是3.45分 指数是27962点 明显已经刚回到20天线流上 是 没错 不够的 不是代表大市已经转定 但是最低限度 指数能够抹住20天线 你不会担心明天又试低位 后天又试低位 那月份到底能不能够 组成一个先低后高呢 现在这一分钟还是言之过早 因为两个交易天过去 今天出现了今个月来的高位 简单说如果这个星期之内 或者10日之前 资数不再低过27563呢 有机会是漸转形成先低后高的形态 我就拿了一些资料跟大家说 在过去这几个月出现什么情况呢 首先来说中美贸易的糾粉仍然都在 到底事件是需要维持多久 是没有人会知道的 是 我仍然维持我的看法 最终是需要通过谈判去解决 因为真的没有赢加的 好了 问题是过去几个月的走势 五月份的市是升了1881点 这个是说每个月的最低和最高 是先低后高 六月份是跌3352点的 到七月份升了1338点 八月份又再跌1901点 我是拿每个月的最低位和最高位 看看谁出来了 如果最低位出来了 不用说先低后高 相对来说如果高位出来了 整个市场没有再高过这一天的指数 就是先高后低的了 要说的就是五月升六月跌 七月升八月跌 一直都是煤花间足 如果这个模式没有变 九月份应该是一个上升的月份 那就是说只要指数暂时不再低 二万七千五百六十三点 有理由在上陈的时间 市况轻轻做好一点 虽然暂时来说在低成交之下 都是有波幅没有升幅 有反弹没有大升 但是最低限度显示了一件事就是 这几个月的大市反复不明 其实一直都是升一个月跌一个月 升一个月跌一个月 它不会连续跌两三个月的那些 不是这一回事的 另外要留意的就是 都是传统男走的走势 尤其是腾讯 教育部就说了 早日颁令一些规调 只不过是劝语一些小朋友 不要玩那么多游戏 但是市场是比较敏感 这个我也承认的 教育部就说小朋友玩游戏多 会伤到眼睛 离开健康 其实可能还会遇到荒废的行业 这个绝对是正常的 其实很多父母都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只不过是市场就比较脆弱 你愿对在这样的气候 这样的气氛之下 出现这样的规调 有你没有你就先炸下去了 但是有一套好处的就是 腾讯的股价始终来说 抬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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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四十元坐着的水平 令到或多或少 对大市都有一个喘停的效应 还有几个 腾讯占行之成分10.19% 友邦占9.47% 健行占7.92% 还有中业洞占4.51% 平保占4.18% 这些蓝丑稍微做好一些 回暖一些 对大市或多或少都起到一个 回稳的效应 能否延续呢 看到的东西我们就知道了 今天先说这么多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